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军规 数位商衣 数位裤子 最主要早期是从批发海军的服装开始 这是我们最早期的产品 所以我们一直到现在 我们的连生工作服已经开发14个颜色 然后3个款式 所以这是我们最主要销售的产品 企业与时俱进地开发多样化的工作服 也让消费者有多种款式能够选择 MIT 台湾制造 品质消费者有目共睹 企业将产品的发展扩大为OEM及OBM 当初也没想那么多 因为我们的公司当初创立的时候 我就想说 我们的商品好像没有个名称 因为我们以前在做 就是一个尺寸而已 出去也不知道卖给谁 然后谁跟我们买 然后之后我才会想说 给他一个品牌名称 也没有想那么多 就是用公司 给他两个字下去做 只是想让大家都了解 我们自己的商品 企业的工作服是连生公版 男女生都合适 在挑选尺寸时 选择腰围的大小即可 腰下的设计 让工作者在拿东西时 不会被腰下的缝线卡住 在腰围及脚踝 也有设计魔鬼针 这样就能轻松地调试尺寸 使工作服更能贴合身体 穿起来也更加舒适 我坚持的地方 其实就是色老度跟缩水率 因为色老度 我们的工作服的产品 真的是比较偏向深色 暗色系的 穿我们衣服几乎做现场的话 他们都要经过长时间 太阳照射 在晒 所以我们深色本来就是 加上里面棉又多的话 其实本来就是容易退色 但是不想要让他们 那么容易退色 就只能向厂商就要求 把他们的色老度往上拉 阿姨们成熟的缝纫技巧 专注在每一个车工 温柔细心地将衣库烫平整理好 包装出货 每一个小细节都不愿意放过 这就是对品质最实在的要求 平时做工作服类 大家只要是东西拿给他们 他们都会做 只是说差在说我们有在做库存 我们是方便说让客户可以比较快拿到商品 除非他们是比较特别的东西 如果他们没有只是需要颜色上的差别 不跳款式 我们有颜色他们就可以快速拿到 去加印他们的logo 大部分市面上看到的都是35%的棉 我们是有特别去要求说 我们的棉跟锯子纤维要各扳 又要保持它的舒适跟耐用性 我们今年才开始做粉丝团 然后在网路有自己的购物商场 是有了这些之后 我才发现说原来我们商品 大家有些还认得我们 虽然只是短短的亲 但是我也是有受到一些买我们商品的人 有称赞过我们 但是当然也有批评 也有不好 但是我们都会去把这些不好的内容 意见去把它整合起来 搞不好我们下次就是你们建议里面的改变 企业秉持良知 诚信 实在的经营理念 倾听消费者的意见 是企业的唯一坚持 未来也持续开发更多样式的颜色及款式 持续提供舒适材质 机能性的工作服给社会大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